国民党16号针对不分区名代提名名单进行同意权投票 此前传出党内有中央委员酝酿对包含党主席吴敦毅在内的8人投下不同意票 投票结果出炉 台陆委会前副主委张显耀没有过关 开创国民党史上首次被提名人遭刷出不分区名代名单的记录 争议较大的吴敦毅确定过关 对于获得58票不同意票 吴敦毅表示同意权投票照规矩来 投票自然会有同意票跟不同意票 同意票只要过半依照规章就是通过 所以你很满意吗这结果 我不能讲满意 任何人都不会完全满意 因为这些选票下去 有同意有不同意 每一个人都会一方面要感恩 一方面要再加上任何 如果做得不够 让大家满意的地方 一定要更加改善 更加努力 会议开始前 吴敦毅就带领其他被提名人 提早一个小时站在会场入口处 向出席的国民党中央委员 一一握手败票 终究是周少生多 所以只能在可能的范围之内 来产生部分区立委的名单 其实是很辛苦 吴敦毅在会中自我介绍时表示 国民党首要任务 除让韩国瑜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 同时台立法机构要拿下60席 让国民党夺回台立法机构龙头 好的领导人也需要好的立法机构负责人 不只是让韩国瑜当选 而且立法院要能达到60席 重新把立法院长 由中国国民党来产生 他在自我介绍的时候 非常在让讲迹非常多 而且听起来就是建筑院长的位置 我在滑手机我没有在听 抱歉不好意思 谢谢